Hello 大家好 我是Nana Nana 7的意思 那我在Amazing Talker大概快一年的時間了吧 我記得那時候應該是去年嗎? 大概去年八九月左右 大概去年年底的時候開始接觸到Amazing Talker的 然後那時候一直到過年期間有超級多的優惠 然後我就在那時間買了超級多的課程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主要是利用Amazing Talker在學習西班牙文 那剛開始的時候我有學法文 但後來還是覺得比較想要學好西班牙文先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老師 我來看一下Amazing Talker 我的老師正式老師有這一些 在正式老師之前剛開始的 Amazing Talker在初期的時候提供超級多免費體驗的機會 所以我上過超多老師的課 但這些是我有正式課程的老師 然後首先我要推薦的是Yvonne老師 Yvonne老師的特色呢 就是她有非常精美的筆記 欸這裡有個Yvonne 好讓我們來看看 這是西班牙文的部分 可以看一下我們上課的方式是怎樣呢 老師會幫忙就是一分類的方式 然後就是把我們的對話或者是我們的內容都整理出來 那有的時候是我在自己在讀西文的時候遇到一些問題 那我就會把圖片剪下來 然後就是跟老師做討論跟詢問 啊 對 然後就是動詞變化 就是哇超威的 就是有學了很多東西 然後都用西班牙文 然後就是上完之後我們後面還會有一些練習 然後還有回家作業 就覺得這個老師的資料整理非常的強 那如果西文不想要學的時候呢 老師也有上英文課喔 你也可以上英文 如果你需要的話 我也有上過他的英文 感覺還蠻酷的 而且老師可以依照你的需要隨時的調整 調整你的需求 然後譬如說像我後來想要就是 用嘗試用閱讀的方式學習 那就是有一些讀本 然後就是欸我們就一起念 然後不會的話就是詢問 這也是一種學習方式 然後再來是 嘿 這個土耳其的老師叫 Mr.Teacher 剛開始原本是想跟他學習法文的 但是後來 覺得 我需要的好像是更多的 就是可能聽新聞啊 或者是看一些報章雜誌 所以 後來我跟他嘗試做的事情是 就是我用法文學習土耳其文 超微的 我覺得這也是 amazing talk 一個讓我還蠻喜歡的地方 就是你有機會跟世界各地不同的老師 然後用不同的語言學習 嗯 那我最近比較常上課的是 Gustavo老師 那Gustavo老師的話呢 我們也可以來這裡看一下 就是我們每次上課也都會有 檔案 然後就是一日期區分 然後老師還會再補充一些 就是我需要的檔案 就是在課後會用Skype傳給我 或者是影片 是老師會補充很多 然後我們在上課的過程當中 譬如像這個 我們最近討論到的 就是欸 我在7月的時候去法國 然後回來一個多月之後才開始上課 老師還記得我去法國玩的事情 然後我們就是欸 在conversation的練習當中 然後就 嘿 跟我討論說欸 在法國過得怎樣啊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東西啊 那就嘗試用西班牙文分享 那一些在分享過程當中 遇到不知道怎麼講的 智慧的時候 老師就會欸 幫忙寫出來 或者是有時候就是欸 講話的過程當中 會想要做筆記 那也可以就直接打 那可能 發現你的PIN字有錯的時候 老師也會發現 然後就會幫你修正 就覺得還蠻不錯 然後像這些出體字的 就是 我的新單詞 然後所以我們在 下課前的 大概五到十分鐘左右吧 五分鐘左右 那老師就會 那老師就會 用西文問我說 欸 這個單字是什麼意思 然後或者是 這是 這是什麼意思 之類的 那我就覺得 超棒的就對了啦 不知道怎麼說 就覺得很方便 就覺得很方便 就是因為你可以很 即時的寫下來 然後 並且 在 之後 下課後還可以繼續複習 而且 論這個 軟件 就是這個軟體 它也非常的 好 就是 我可以跟老師 討論過後 那老師就 同意說可以做 錄影的動作 那我就會 在上課前的時候 自己先開著 然後把連結寄給老師 然後 老師就使用這個連結 進來上課後 我就可以 在我這邊做 錄影的動作 那 下課之後我就可以 如果我還想要 回想一下 老師的發音是怎麼講的 或者是想看一下 自己上課的狀況 那我就可以就是 借我的錄影 然後 再重新的複習一次 那我覺得老師彈性 都還蠻大的 就是 而且也蠻能接受的 覺得很好 然後 再來是我的 第三個 推薦的老師 雖然說我只上課 他的體驗課 但我還是覺得他超棒的 讓我印象超深刻的 就是 老師他不常使用 幾乎不怎麼使用英文 那 然後 他就會很自然的 像朋友一樣的跟你 分享他的國家 然後 就是 也詢問說你的 那 發音的部分 也都是算清晰 也不會太快 然後 也不會覺得 就是很慢 特別為了外國人 那你就會覺得 自己的系列文 好像蠻厲害的感覺 對 好 這就是我的推薦啦 Amazing Talker 超棒的 而且你只要有 手機 不是 重點是你可以錄影 那錄影真的超棒的 好吧 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